请问你,因为在看了那个TVBS看板人物 然后有一个地方让我非常的惊吓跟惊喜 就是说我们要去改变一个生态,那是不太可能的 可是你创建了一个凤茶APP 然后在一个小的地方先让它先做起来 然后让那个地方能够创建,能够有重生的机会 有一些文青的东西能够进来 那可不可以请你分享就是说 为什么你当初要这么做,那那个用意是什么这样子 对,谢谢,非常好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来澄清说 不但凤茶APP不是我写的,是Circute Plus 这个团队写的,我只是怎么讲,当他们的看板人物 而且那个也不是没有问过我 就是环保署那时候拿我的那个照片 之前有一个摄影师叫蒋凯维 我拍了一系列照片,我们用CC授权 就是抛弃掉一部分的著作财产权 所以大家都可以拿去混搭,拿去二创 所以环保署的小编就弄了一个我的照片 然后说唐凤,然后这边弄个茶壶叫做唐凤茶 然后换成凤茶LPP的logo,然后变成唐凤茶 那肯定还不错,触及率蛮高的 但是他从来没有问过我 之前那个客家委员会嘛,什么 什么寒风过台湾没半点钱,什么脑坡羹田 对不对,脑坡羹田那个也没有问过我 所以意思是说我是把自己当作一个素材 那当然就很容易变成说好像什么都是我写的 什么都是我做的,并不是 是人家把我当作一个看板贴在上面而一样 那口罩地图也是如此 那像当时是台南的吴展伟啦,然后还有接下来江明宗 然后机管家的Frank,就是HTCDQ团队的专业经理 这些朋友那都在第一时间就2月6号的时候就投入这方面的开发 那我的工作其实就很刚刚说的只是去协调开放资料 用每30秒一次释出给他们来使用而已 所以也可以说我不但是公普的公普 那也是我们这些公民的技术者 公民科技的这些开发者的公普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做法都不可能照顾到所有的需要 当时口罩地图大概有100多种 140多种不同的实作 那如果是政府来的话 绝对不可能每一种都照顾到 那而且如果是政府做立刻就会有人说 那视障者看不到地图怎么办 那视障者推出之后没有梅雨的版本啊怎么办 那有了梅雨之后没有阿梅雨啊怎么办 觉得这是没有办法永远满足大家的一件事情 那但是当我们是把这个API就是机器对机器的资料 开放出来的时候那你想要梅雨想要阿梅雨 你就自己去找朋友写一个就好了 那这样它的创造的空间了才会开启出来 所以凤产也是如此 就是在环保所当然本来就有饮水机的精纬度啊等等的开放资料 但是是一直到最QPLUS团队参加总统北黑客松 就我们每年举办的类似像是公司设协作的这样子一个平台的时候 他才能够去真正发扬光大 因为以前大家看这些精纬度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现在变成像宝可梦可以打卡换金币 搜集什么在地的地图 然后还可以换在地农产品啊什么之类 这些题目的时候就让大家发现说 原来这个水库不是只是装水而已 它可以是破关玩大地游戏的一个道具 那你连续完50天之后这个习惯就改变了 所以这些都不是我的创意 我只是给有这些创意的人一个被总统颁奖 然后承诺说他们不管在哪一个小的地方 他们一开始是在大落城嘛 那一旦得了这个总统北黑客松的奖杯 奖杯就是一个投影机 只要一投影就会把总统这个颁奖给他的画面投影出来 所以是神主派啊 就是怕要跟任何地方政府协调 所以就要把总统投影出来 那地方政府就不能不听他的 对 那所以我是设计这样子的机制了 但是不是说里面特定的APP是我做的 也是 好 有没有 那么 刚刚 好嗎?